男孩这时突然发现 身上的防护服变成了白色 他察觉到不对劲 急忙翻开手掌 一只变异马黄正趴在他的手背上 此时毒素显然已经注入了体内 伴随着强烈的眩晕和窒息感 他的脸很快就肿成了猪头 老黑这时已经监测到他的身体 感染了很严重的神经毒素 必须在三分钟内注射两只解毒剂 要不然他很快就会被溶解成一滩血水 瑞奇立即拿出解毒剂 毫不犹豫地扎进胸口 但就在他要进行第二次注射时 双手却突然失去了知觉 事不宜迟瑞奇立即照做 虽然在老黑的帮助下成功了 但马黄毒液的麻痹效果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消退 可现在的地球和以前完全不同 昼夜温差更是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到了晚上绝大部分地区都会凝结成冰 眼看温度正在飞速下降 可任凭老黑如何呼叫 他还是没有丝毫苏醒的迹象 就在危机关头 瑞奇成功醒了过来 老黑让他立即赶往下一个地热点 这是一场生死竞速 容不得他有半点犹豫 好在他最后成功了 然而在他检查装备的时候 却发现呼吸液已经被损坏了两瓶 为了不让父亲担心 瑞奇瞒爆了呼吸液的数量 老黑这时发现儿子的心跳正在加速 他让瑞奇重新上网 但倔强的他依旧选择了隐瞒 此时呼吸液还剩下三瓶 瑞奇在服用一瓶后 剩下的两瓶呼吸液 已经无法支撑他赶到下一个坠机点 在高温区休息了一晚 瑞奇再次选择了出发 不久后他看见了一只猴子的断面 而在森林的下方 还有一大群猴子的尸体被堆在一起 而他们的死状极其惨烈 老黑在分析后发现 这完全符合恶煞的行为特征 最不好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被关押在笼子里的怪物已经逃了出来 此时他正在大范围的制造恐惧 试图找出他和瑞奇的位置 老黑急忙调出远程监控 但这只恶煞极其狡猾 他搜遍了附近的所有区域 也没有发现恶煞的丝毫踪迹 他只能让瑞奇改变之前的路线 从另一个方向抵达坠机地点 很快他来到了一处断崖铺 现在只要穿过这里 就能缩短一半的路程 老黑让他再次上报剩下的装备 却发现儿子的呼吸液只剩下两瓶 但根据探测器给出的最佳路线 至少需要3.5瓶才能抵达目的地 除非从悬崖直接跳伞缩短路程 当年为了保护年幼的他 姐姐被扼煞残忍地杀死了 而他却对此无能为力 这一直是萦绕在瑞奇心中的恶魔 他不顾父亲的反对 转身向着悬崖纵身一跃